大家吃飽滿的 它這款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跟大家分享 隱藏版吃法 就是它的 它的刻痕 可以讓那個醬汁 巴得更緊 這是我最喜歡的麵麵 跟肉肉 它肉還蠻多塊的 而且我剛才有發現這是半斤半肉耶 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你是誰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相信大家對王品的餐廳或餐點都不陌生 然後因為我朋友是王品內部的員工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王品店裡吃不到的隱藏料理 很酷耶 是不是很厲害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開始吧 GO 這次呢 我們特別挑選四款 王品集團內部 升量最高的隱藏料理來開箱 首先呢 這個是王品嚴選的 金燉紅燒牛肉麵 售價229元 我對於呢 牛肉麵非常的有興趣 因為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吃王品牛排 我也覺得王品牛排表現得非常的優秀 但是這個牛肉麵是去店裡吃不到的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我也吃耶 根據我朋友呢 就是王品內部的員工 他個人非常的推這一款 因為他說這一款呢 是一個在很多比賽中 得到很多麵金牌的廚師 他自己私人配方做出來的紅燒牛肉麵 然後他就是有一次請同事吃 結果同事吃完覺得太好吃 就是一直向他敲碗再做 嗯 進而去開發成商品 喔 所以現在大家都吃得到 其實我覺得他包裝滿有質感 他就是盒裝嘛 裡面是長這樣 我有稍微拿出來退冰了 就是一包牛肉湯 然後 一個手打麵 然後他有特別說 他們選用的是 牛西蘭的 金燉牛腱 我看他包裝是說 他可以微波也可以用瓦斯爐煮 那我們直接去煮吧 你看 他肉還蠻多塊的 而且我剛才有發現 這是半筋半肉耶 你看 他帶一點筋 喔 都是筋 還蠻多塊的齁 那塊留給我 是 其實我剛剛在煮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牛肉算蠻多塊 而且是大塊的 而且是大塊的 他裡面大概六到七塊左右 而且有一些還帶著筋 裡面還會有一些 比較小塊的白蘿蔔跟紅蘿蔔 他在煮的時候 那種紅稍微就飄出來 超濃 喔 好香喔 牛肉 我要吃 泡泡泡泡 我覺得他湯非常的夠味 他別人再加水稀釋 然後他的麵非常非常的Q 這種麵條我超喜歡的 我沒那麼愛出麵 但這個麵我可以 這個麵好吃喔 要吃一下他的牛肉 它的牛肉是 軟中帶點嚼勁 就是你可以吃得到那種肉的Q感 然後他的調味整個都 進入到肉裡面 嗯 但我覺得主要湯頭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有做過牛肉麵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湯頭 因為你的比例啊 就會影響到一碗牛肉麵的成敗 請問吃到牛筋的小編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他牛肉燉得很嫩 然後牛筋也變得很嫩滑這樣子的感覺 其實牛筋跟牛肉一起吃 它就是會多一個那種黏糊感 嗯 讓口感整個更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都喜歡半筋半肉 你要加一點嗎 它肉真的很大塊耶 對啊 它肉其實就是這樣 六到七塊都這麼大塊的 超久吧 其實它紅蘿蔔跟白蘿蔔 也有保留一點口感 不是整個就爛爛的 因為我覺得爛爛的有時候煮起來 它就會整個湯變得很稠 嗯 嗯 這個有煮過 我知道 沒錯 好吃 很快耶 好好吃 青花椒刀削拌麵 三路售價185元 其實呢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喜歡青花椒 雖然我不是很能吃辣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的麻辣非常的有層次 然後那個麻度非常的適中 我真的超愛 我們家現在冷凍庫還有青花椒的麻辣鍋湯餅 我都捨不得吃完 我們常備好不好 對 我每次看到就會買 它裡面呢 就是這種 非常粗的刀削麵體 然後還有附那個 獨門的辣醬 這一款呢 其實在2021年 有推出快散 後來呢 一直被消費者喊說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所以他們又改良了 重新上市 喔它一打開 那個香氣超濃郁的 我覺得它一口下去啊 那個青花椒的香氣整個弥漫到你的口腔 它的辣大概小辣到中辣左右 其實你在拌的時候 還可以感受到一些那種 青花椒的顆粒感 非常非常的香 我覺得它的麻度算是中等的麻 所以如果喜歡吃麻辣帶點麻的人 這一款很適合 而且青花椒最特別是 它的尾韻會有一個果香 嗯 沒錯 這就是我很喜歡青花椒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果香 讓整個層次都不一樣 然後它的麵條呢 就是這種寬版的刀削麵 我個人本身就是一個出麵派 妳超愛 對 我就是點麵都要點刀削 所以這一款完全中我的心 嗯 重點我覺得它煮滿快的 它就是水滾了 你把麵丟下去 撥開就可以了 它煮麵時間大概3到4分鐘 我覺得非常的快速 它麵條上面是有小巧思的 它的顆痕 可以讓那個醬汁巴得更緊 真的很Q很好吃耶 沒有嚼勁 嗯 難怪這一款會被大家敲碗 這個我也會敲碗 文石 十二鍋的烏龍湯麵爆香石頭鍋湯底 售價呢152元 它一袋裡面呢會有三組 大家對十二鍋應該獨陌生吧 就是每次去 然後都要先帶它外面的機器 取號碼牌 然後後味 因為它真的生意很好 然後評價又好吃 我每次去我也都是點石頭湯底配烏龍麵 這也是他們員工餐的No.1 員工餐吃這麼好我覺得蠻壽的 對啊還不錯喔 其實呢這一款我很常買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十二鍋粗的 從烏龍麵體 就是麵體大概是它的一半 那個我也非常常買 是因為 風哥很喜歡他們家的烏龍麵 風哥每天都要吃 對他都跟我說我要吃麵麵加肉肉 所以這是我們家的常備品 那我們先去煮麵 我覺得這一款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百搭 因為十二鍋的烏龍麵真的很好吃很Q 我煮火鍋也都會加他們家的烏龍麵 然後搭配它的爆香石頭鍋底 我覺得湯整個就很順 然後你可以加自己喜歡的配料 什麼蔥花肉片啊青菜 我今天是加高麗菜跟紅喜菇 然後一些肉片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吃了 而且剛剛大家分一分 我覺得我應該要煮兩包你知道嗎 真的耶 都被我們吃掉了 然後我很喜歡喝它的湯 都一直烙你的湯 嗯 這款就是大人小孩都會很喜歡的 這是我最喜歡的麵麵乾肉肉 王品嚴選 蔥燒牛肉水餃 這一款呢一樣是在店裡完全吃不到的隱藏料理 其實這一款之前在前年社團討論度非常的高 然後我之前開箱的時候呢 其實有買過他們家的剝皮辣椒水餃 讓我非常的驚艷 我記得 超好吃 超級好吃 所以他們家的牛肉系列我都超期待的你知道嗎 然後它這邊一樣有寫呢 牛肉是選用牛西蘭天南大木的炒四牛 鮮嫩豹汁 它這一袋裡面呢有20顆 售價是199元 那我們先去煮水餃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一個隱藏吃法 它的裡面就是用盒裝 大顆飽滿 主廚無意間用了廚房內的牛排 做成的牛排水餃 成為原購許願購買的No.1 你有發現它比一般市售的水餃大顆一點嗎 有耶 趕快來試吃一下 我一咬就不汁不汁 有看到它內餡很飽滿 然後我剛才一咬它就不汁了 它的湯汁 超爆汁的耶 它這款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一直有肉汁滴下來的感覺 超爆汁 它一入口啊 你給牛肉味立刻充滿了口腔 對 它牛味很明顯 很濃郁 而且我覺得它不用蘸醬就好吃了 嗯 然後跟大家分享 隱藏版吃法 就是它的蔥燒水餃 搭配它的紅燒牛肉麵 一次享受兩種牛肉的風味 它內行耶 我覺得它的蔥燒水餃跟它的紅燒牛肉麵 非常的搭 然後有時候如果說 你想要吃一點湯的水餃啊 或想要吃重口味一點的水餃 就可以這樣搭配 不然就是你很餓 加在一起吃很飽 而且這跟一般牛肉長角不太一樣 它連水餃都是牛肉 嗯 所以有兩種的牛肉風味 而且因為我覺得 像王品這種大品牌有沒有 他們的食材就是會有來源 比較安心 像他們的紅燒牛肉麵跟蔥燒水餃 都是選用紐西蘭天然放牧的草寺牛 嗯 就是不會像一般外面比較有爭議的 像是巴拉圭啊 或者是泥加拉瓜 對 是吃的比較安心 我覺得它的皮的厚度滿適中的 就是不會剝到你一煮就破掉 但是吃的時候 要帶有一點點 那種麵皮的Q感 但不會過厚 因為它內餡也很滿 嗯 好啦 我們今天呢 就是開箱了你所不知道的 王品隱藏版料理 請問小編 你最喜歡的是 我牛肉控啊 紅燒牛肉麵 然後蔥燒牛肉水餃 我都很喜歡 然後兩個加在一起 跟讚 超讚 然後我個人呢 其實 像十二鍋的烏龍湯麵就是 我們家常備品嘛 吃很久了 然後金花椒的刀削拌麵 我個人也超級愛 剛才一吃超經驗的耶 但其實這四款我都滿喜歡 因為很實吃 都很適合放在家裡的冷凍庫 對 囤起來非常方便 對 隨時拿出來就可以煮了 嗯 看你今天想要煮什麼 都是沒問題的 然後這些呢 我們都是在前年買的 目前加樂福大論發愛買 其實都有販售 但有時候就是要看店有沒有進貨啦 如果你附近的店都找不到 那你也可以上風美食的App 上面可以訂購 有興趣的人呢 就可以趕快去買來吃吃看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按訂閱還有開鈴鐺喔 然後記得要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